大家预备,请做最后检查 现在要拍的安装影片是位不具备数码功能的电视机的 And 3,2,1,Action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盈 那大家都知道嘛,模拟电视频道呢 将会在今年的12月31日停播 如果你的电视的右上角呢 出现了analog的标志和相关的信息 那就表示你必须转换到数码电视啦 我们先停播这段影片 今天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们如何正确的安装数码电视器材 别担心,很简单的 那,在这之前,如果你的电视不具备数码功能的话 你就需要一台数码接收器,还有室内天线 第一步,请将室内天线和数码接收器连接在一起 为了取得最佳的信号接收效果 请把天线放置在焦高处 远离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 第二步,如果你用的是平板电视的话 那你必须用HDMI电缆将你的电视机和你的数码接收器连接在一起 然后,打开电视 通过电视遥控器的Source按钮,选择HDMI 如果你使用的是较旧款的电视 那你就必须使用AV电缆将你的电视机和数码接收器连接在一起 AV电缆颜色鲜艳,所以并不难找哦 再来,使用电视遥控器的Video按钮,选择AV 第三步,请开启数码接收器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 通过数码接收器的遥控器来扫描和设定数码电视频道 有些数码接收器已经预设了电视频道 那么你就可以立即观赏你心仪的节目啦 当然你也必须确保天线的电源是开着的 已经完成了,现在你只需要使用数码接收器的遥控器 就能观赏数码电视节目啦 And Cut 非常好 我们继续拍摄具备数码功能的电视机的安装影片 OK,Click In Roll Pase Stand by and Action 我们已经来到影片的第二段咯 现在呢,我要教你们怎么为具备数码功能的电视机 安装数码电视器材 你只需要室内天线就可以啦 第一步,将室内天线直接连接到电视机 将USB电缆插入电视机的USB插口 以启动天线的电源 记住,为了取得最佳的信号接收效果 请把天线放置在高处 远离电视机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 第二步,请你打开你的电视机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 扫描和设定数码电视频道 哒哒,现在你就能够观赏数码电视节目啦 马上安装数码电视吧 这样一来,当你在观看你最喜欢的新传媒电视剧时 你就能够享有更卓越的视听体验啦 遇知更多详情,请上网 Digital TV.SG或致电 1800388-435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